黑人少年六腔身亡 验尸结果沸腾接头 佛格三世街头 情势依然没有缓和 前天州长宣布进入检皮状态后 昨天更下令国民兵进驻为安 学校也全部停课 日前警方公布监视其画面 只设被白人警察击毙的 18岁黑人少年布朗 是商店抢劫嫌半 不但引发民众对妖魔化布朗的不满 激发另一波冲突 连州长也跳出来说 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太恰当 前天初步验尸结果公布 布朗至少身中六腔 右辈先中四腔 头部再中两腔 都是正面中腔 最后两腔打中头部 检视布朗当时呈现贵姿 也就是布朗已经向警方投降了 警察仍开枪致死 鉴定结果出炉 让民众更加愤怒 进而造成冲突升高 当局将尽速派前联邦法医 对布朗进行第三次认识 东新闻综合报导